好 那我們下午就再繼續努力一下喔 那 我們先針對幾個部分來跟老師稍微做個介紹 那首先呢 您可以看到我們簡報的13頁 簡報檔案在這邊 所以如果 您剛剛可能有關閉的 您再看一下 就從這個地方 我把它打開 在這裡 那我們早上呢已經把 這些基本的有先做好了 那這裡有一個我們有特別提到的就是 柱子 我們家裡面應該 多多少少有柱子對不對 剛剛早上大家做的都沒有柱子 我們台灣有沒有什麼建築物是沒有柱子的 台中有一棟 我知道的是有兩棟 但是比較著名的有一棟 在那個市政府旁邊嘛 叫做台中 歌劇院 對對對 它就裡面就沒有柱子 因為它的那個 造型的關係 那 現在呢 我們就 來看一下 如果你在我們的食用展裡面 你想要有柱子 那它基本上 你看我們一般的平面設計圖 它就是會 長得像這樣子 只是這裡會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 那你要比較簡單的方式 其實就是 柱子 你可以來找 我們裡面 有一個 模型 有兩種方式可以做啦 一個是用牆壁做 那一個呢 就是用我們裡面 你可以找一個應該是叫做 正方體 我看一下 還是盒子 我知道的 盒子 盒子 我記得有一個叫盒子接 你用中文找 它這裡就是一個立方體 所以如果你找到這個拿出來 它就是 一個 等於說 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你來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真的有一個盒子在裡面 所以我只要把它的高度拉高 所以就可以變柱子了 這是最單純的方式 那當然我把牆壁變粗變厚 是不是也一樣的道理 你看我先把這個拉高啦 來你看 我們左下角這個 是不是就是 這個變形 高度的變形 好那 我這樣調整 你來看一下 3D的 有沒有長高了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柱子了 這樣沒錯嘛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去模擬 那當然呢 如果說 你 不要用這個 我想用 牆壁做 其實也可以 你看我用牆壁 我先短短的一道牆 好到這裡就好 我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預設的 牆壁寬度只有14公分喔 所以我就把這個 還是強調一下 要修改 模型牆壁地板 一定要回到哪裡 箭頭 你看我會 不練色的一直講 因為這個比較容易不小心忘記 我就點兩下 好我把這個牆壁的厚度 比如說變200公分 有沒有這樣粗粗胖胖的 這樣你再塞進去是不是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喔 所以這個是 就是 您在做調整的時候 您可以像這樣子 這我50公分就好了 其實大家也可以回去量量看你們家的那個柱子 到底是要多大 這樣有喔 對不對 這樣就符合我們需要的嘛 所以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就好 那 既然有 柱 你應該知道 還有一個叫做 這樣才能夠成就古典文學 對不對 量柱嘛 對那我們剛剛用的是不是叫做 直的 直的叫柱 橫的叫量 那現在小朋友是指證是 鬼滅之刃裡面有個叫柱 我知道 呵呵呵呵 好來你看一下 我們就用這個就好了 用盒子 你就把它複製一份 就按 按右鍵 我可以複製貼上 複製 再把它貼上 這樣多了一顆 可是呢 我不需要那麼高 這樣好了 我另外拖一個進來 這樣比較單純 現在 像這樣子 前面的 我拆掉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容易看的 現在我是不是要 把它拉長一點 因為梁是橫的嘛 所以我就拉長一點 但是高度也不用那麼高 我就把它 高度 變矮一點 所以 早上有老師問到 你們家下面要像日式這樣變高 這樣可不可以做 是不是也是一種方式 對不對 墊高有兩種做法 那用這個是最快的 所以你把它拉高 其實就跟我們真的房子一樣啊 墊高就是 下面多一個東西 那這個 我是不是要透過懸空高度 要放上來一點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變成涼 這樣 所以你有感覺到 我們一直在強調它 四個角落是不同功能 你透過這樣子就 很容易理解說 為什麼 這個要這樣去設計 那我就可以靠到旁邊 靠過來 這樣子 有沒有就吸住了 這樣你的梁 就有了 如果你不要拉那麼高 老師你想想看 其實我們很多上面 我們這個是沒有加 所謂的那個 青鋼架的 有些是不是上面會有做 所謂的那個叫做什麼 成燈 對不對 燈光藏在那個 天花板上面 然後打過 上去再反射下來 這樣燈光比較柔和嘛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啊 那個 就可以像這樣做 或者像我們一般做管道間 也可以類似這種做法 當然其實做法有很多種 但是你用剛開始 你用這樣做其實是蠻快的 就是至少 我不用學太多技巧 我就是一個這樣就可以完成很多 所以 您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做 當然 如果你的造型比較特殊 像這種 有 曲狀的 就是弧裙狀的 那這個形狀就必須要再做調整 就不適合用這種方式做 這樣OK嗎 可以喔 所以 不小心 梁柱 或者是我們的地板 你就可以像這樣把它撐開 這樣整個撐開 在這裡 比如說像我這樣子 這樣我的地板就有一個高度 那比如說你要 變木地板就把它變成木頭的材質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解決了 好 所以這個 順便 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看喔 那 你看在這裡 對不對 比如說像有的 有些日式的 是只有 就是 睡覺的這個地方 稍微高一點 我不見得要做整個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找盒子 我可以從這邊摳過來 再次強調 別人家就是你家 所以如果你懶得 再找一次 我就複製好了 拿到這邊 Ctrl加V 這樣過來了 所以我可以來這裡 這樣放好 然後再把它拉開 好 然後呢就把它的高度調整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對不對 那我們再拉開一點點 好 那這個時候床就要注意一下了 床是不是要放上面 所以床的高度就要 往上排一點 那這裡有一個小bug 就是我們目前使用3D有一個小小的限制 你有沒有感覺到 在3D看是正常的 可是2D 睡在這裡已經不行了 很小聲 好 這樣子呢 我有開 沒有嗎 好 你沒有在動 不然 這樣子呢 這樣子 這樣子 喔有有有 這樣子有 好好好 OKOK 好的 那 您看一下 有沒有感覺到 在這裡睡覺 好大的壓迫感 是不是被蓋住了 那這個是目前 我們使用3D 他 一個 應該算是小bug 也就是說 我的 這個是不是後面才放進來的 我床先放嘛 所以你記得 老師記得 我們在 POWERPON裡面 不是有所謂的上一層 下一層 最上層最下層 但是在使用場景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他 後面進來的 會跌到 前面的上面 在2D這邊 那怎麼辦 我就只好 找到床 你看我點到床 這樣是不是點到床的 我把它剪下來 Ctrl S 開始 來回到這邊 到2D這邊 把它剪下 床 把它剪下 重新再貼上來 Ctrl加V 這樣我是不是 變成我是最後上來了 沒辦法嘛 這條屋不通 我就轉個彎嘛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排在上面了 我就不用擔心 我會被擋到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 你移動左邊的這個 這個 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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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移動這個 這裡只是選取而已 有沒有 我可以拉動他 但是對於 這個上下的順序沒有影響 他這裡不是圖層的順序 對對對 所以老師也蠻厲害的 想說這裡可不可以 但是這裡不行 所以你看這個 有沒有 也被擋住了 Ctrl S Ctrl V 這樣就回來了 所以就是這個小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裡呢你就可以自己再設台子了 對不對 好那我 看你 如果你要一樣的 我就點到他 那我們使用戰地呢 他會幫你記住 你曾經用過的 最近用過的 點一下 好這樣子 這裡的材質就上去囉 耶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當然 像這裡你要跟他一樣就自己方向再調整一下 有沒有老師堅持要圓形的 這個要不要圓形我們後面再講 做小格樓的時候再做圓形 好我們現在先做簡單的就好 所以 你會發現說其實有時候你有很多想法 那軟體不見得會告訴你說 這個一定要怎麼做 就是 要自己去調整一下 OK好 所以我們把 早上的這個柱子的部分沒有提到的 就跟各位 提一下 反正用盒子 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好 那再來呢 呃 這邊 老師在球戶外的那邊有一個圓柱 喔圓柱 對圓柱也可以拿來用 所以 老師聰明喔 你都怎麼 這麼厲害 會找 對對對 其實是有一個啦 但是 如果你要的不是正圓 這個又不符合需求 對不對 所以你好聰明喔 這樣子壓扁 就有一個舞台了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可以壓扁 好所以說你們家的床是圓的 這個剛好可以符合需求 可不可以再疊一層 變蛋糕啊 我大小改變一下 又可以疊第二層啊 甚至你也可以拿來當台階 如果你們家像我們一般那個小木屋 我們不是會墊高嗎 下面有地基嘛 又避免潮濕啊 你可以用這個會用這個是來做階梯 就是這樣 你看 我們階梯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這是側面圖 如果你把它變成 就是我們講的透視圖 不是變這樣嗎 所以我就 這一層是不是過來 然後上面再疊一層 這樣子就變成階梯 一梯兩梯上去 所以沒有樓梯也可以自己做嘛 好其實水用3D 它最弱的是什麼 就是做模型的能力 但是它其他的都不錯 可是它做模型的能力是最弱最弱的 因為它主要做模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地板跟牆壁而已 對啊 所以說這是它的優點啊 嘿嘿嘿 所以就看 你怎麼用啊 有沒有 路是人走出來的 哈哈哈哈 知道 每個軟體的優缺點 那你就能夠 更 快掌握它 如果你老是要用它最弱的 去做事情 那當然就是叫做 四倍功半 這樣了解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要call out求救了 直接 不用這麼辛苦啦 都要自己做 就直接 找就好了 好 好 再來就是我們 提供大家一個快速鍵得起提架 有沒有 有一個叫吸附的 但是呢你要暫時取消吸附的時候 你可以按住鍵盤上的Alter 為什麼要這個 來老師您看一下 這個 當我們在移動模型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大多數的情況下 我用這個來講 你看我們剛剛在調整 就是 你看 我在動這個 動這個柱子 當我移到 牆壁旁邊的時候是這樣 可是你看喔 我要移到牆壁外面 你看有沒有一下就移過去了 你看我拉過來 有沒有感覺到我沒有辦法在正中間 我如果想要 靠在 這個地方 是不是不行 他會幫我直接跳過去 因為呢我們預設 老師有看到上面有個磁鐵嗎 就是這個功能 他預設的話呢 他會自動吸附 或者我們在調整這裡 我們在調整這個 你看 我調整這個部分 我用 牆壁 用牆壁好了 你看我在調這裡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我在拉動 可是我一次 轉的角度好像有點多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我一地一點點都沒有感覺 要拉到這邊 他就馬上跳過去了 所以如果你要自由的移動 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直接把這裡關掉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講的快速鍵Alter 這個Alter是暫時取消 當你放開滑鼠的時候 他就恢復 來我們試給各位看 你看我現在 有按下Alter 我螢幕上有 對不對 好 你看我按住Alter 有沒有感覺我自由多了 有沒有可以自由移動的 當我放開滑鼠就自動吸回去了 所以你看我上面這個 I'm True Water 拉下來 有沒有自由移動 我喜歡放哪裡是不是就放哪裡 但是我放開 他就吸回去了 所以通常來說啦 我們大部分是暫時 取消 所以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用這個快速鍵 你就不用再去上面按 這樣OK嗎 好這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這種小地方 他這個有講過的 這沒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這裡 在簡報的16頁這邊 有幫大家整理的 2D的 跟3D視圖 他們比較常用的快速鍵 這個就是老師您 有空的時候可以 就是如果比較常用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稍微 記一下 如果你覺得說要記住太麻煩 那就 記得這邊有寫就好 這樣了解囉 像 以我自己來講我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你看 我要把2D放大縮小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這個快速鍵有點熟悉 你網頁的放大縮小不是也是這樣嗎 對嘛 所以你看 上面的 上面這個我要放大一點 Ctrl按著 滑鼠滾輪 有沒有就放大了 對不對 你滑鼠在那裡就是放大那邊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那 3D的這邊呢 雖然我們 早上有提到用滑鼠滾輪就可以放大 但是它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你按住 Ctrl鍵 按住Shift鍵 你有沒有感覺 我按住Shift 滑動是比較快 它會10倍 好 所以你在 快速的移動的時候 就是縮放 你可以直接按住Shift 加滑鼠滾輪 這樣你操作起來更方便 那既然放大了之後就會有另外一個需求 那我要看旁邊一點 對不對 我看左邊 看右邊怎麼辦 你就滑鼠的滾輪壓下去 來這個 平移 有看到嗎 這個 其實這個功能 我這裡是用滑鼠滾輪加拖翼 對不對 這個脫翼不是那個喔 不是滾輪滾來滾去喔 是滾輪壓下去按住不要放 然後你就移動你的滑鼠 脫翼你的滑鼠 這樣有感覺到嗎 像我這一隻 就不能做這個動作 那怎麼辦 我就搭配Ctrl鍵 還是可以啦 你看一下我在這裡 我現在在3D對不對 我按住Ctrl鍵 加滑鼠左邊 不是 滑鼠 我看一下 按住Shift 等一下等一下 我確認一下 怎麼不見 我印象中好像是 還是Alt Alt 抱歉 Alt Alt按著 加滑鼠的左鍵拖翼 其實中間滾輪可以按比較方便 我這邊是不得已 Alt 我現在是按住Alt鍵 加滑鼠的左鍵 這樣是不是平靈 這樣也可以 所以 因為慢慢的老師你的 操作性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有一些這種快速鍵 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子操作起來會更順暢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的 沒有的 對不對 那我們補充一下 這個 早上我們不是有設定材質嗎 那你也可以去找外面的材質 好這裡你可以找 但是呢 我跟你講 因為最近AI很紅 我們這個課當然要跟AI有關係一點 呵呵呵 所以你看到簡報的18頁 簡報的18頁 如果 因為這個算是AI比較成熟的應用 因為其實說真的 材質網路上找也很多 可是 有些時候可能沒辦法完全符合你要的 那我就請AI幫我產生 而且這個 產生的 它 可以做的所謂的無縫拼貼 會拼接的很好 因為以前我們要做這個很麻煩 我要打開Photoshop 然後自己去 拼貼喔 就把這個旁邊就貼嘛 然後去看看它接的好不好 接的不好 再做調整 那這個呢 就很方便 你看像我下面這個 有沒有看到我用什麼 提示詞 古老的紅磚頭 偏紅褐色有些斑駁 它就幫我產生這個 所以呢 老房子不用自己 不用去外面買 自己做 對我們就打開啊 我們就來試看看 但是 各位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AI每次做的都不一樣 所以很抱歉我沒有辦法 重複出跟我一模一樣的 那我把這個 先複製起來 打開它 好 進來了 好進來了 你看它上面這些都是AI產生的 好 那我們就在這邊 來告訴他 有沒有 他說你描述一下你的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產生 我用這個好了 產生 抱歉 先把描述放進去 產生 好 你等它一下 好 You are 誒 好 他正在努力中 所以你看看到處都有AI 所以 AI可以不用嗎 哈哈哈 但是我還是必須跟各位講 就是這個東西 以後就是一個工具 就跟你現在用電腦 叫你不用電腦你也覺得怪怪的 叫你不上網你也覺得 好像不上網電腦就是壞掉 對吧 好這些以後就是變成所謂的標準配備 好 那 好像快產生好了 看一下 而且呢他這邊還有一些 就是你可以變 看你的像素 要多大的 好有了有了有了 有沒有產生出來了 那你可以這樣看 一顆球的看 我也可以平面的這樣看 這樣是不是都可以看到 事實上他產生這些是有作用的 因為他甚至還可以做凹凸的貼圖 讓那個材質有 有立體感 好所以只是我們在使用程序 沒有做到那麼多 因為這是跟標準3D有關 所以你有需要就只是把它下載下來就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是你進到這個網站之後 直接給他描述就可以了 你看我們現在沒有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註冊帳號一樣可以用 對對對 有沒有在這邊 給他一個描述 只是他的描述不包含那個 中文 所以其實你知道我 當初 我也是用 中文關鍵字 請chipgc 幫我翻譯一下 這樣就好了 真的真的 所以你只要會講 就OK了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不知道那個專業的名詞是什麼 那你就 讓他 幫你翻 可能會更接近 原本的那個英文的描述 所以AI事實上我們現在在用 老實說還是會有一個 限制就是英文 因為用英文的資料 產生正確性會高很多 而且不見得美國網站都有支援中文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所以他就可以幫我們 透過這個方式來產生 可以使用的材質 一來這樣也避免 所謂的版權問題 通常這個材質如果你要 有一些比較客製化的 可能都會有就是版權上的一個 問題你可能要去購買才行 但是用AI產生的就相對來說 比較沒有 好 這樣OK囉